十余名矿工后,有设伏杀害的四名公安人员,而后逃离天山深处。 案情发生后,武警新疆总队火速对爆股分子可能藏匿的三千多平方公里避遇,实施搜索围剿。 在战斗攻坚阶段,王刚带领四十多名特战队员,担负了这次武军战斗最危险的机动打击和武力出击任务。 28号,我们才发现了爆股分子的踪迹,四十多天的时间流,那么官兵在海拔的近四千米的高原上对爆股分子进行全天候的搜索,不吃不喝不睡。 这种情况对官兵的心理、体能、意志、耐力都是一个严格的考验。 在经过诸多手段打击无效后,王刚带领特战队员对富于顽抗的爆股分子展开猛烈攻击。 因为这个爆股分子呢,他手中有抢夺的九五十自动步枪和九二十手枪,不停地向这个洞外进行射击。 当时的主弹就在我们头子上,这个乱飞。 我们一边进行射击,一边投掷手榴弹,切了洞口的脚往里面吐。 切了。 经过十五分钟的猛烈攻击,藏匿于山洞里的十一名爆股分子全部被歼灭。 当所有的参战队员为取得这一阶段性胜利而兴奋不已的时候, 然而残余的十名却逃出了警方的视线。 十月,南疆秋意正中,然而在海拔四千多米的天山深处, 执行搜捕任务的官兵,每天夜晚却要抵挡零下近十度的严寒。 搜索推进到哪,我们就露出到哪,天气实在是太差。 十二天之后,在北纬四十二度七分四十九秒,东京八十一度五十分三十八秒的坐标点, 官兵们终于发现了残余暴肚分子的踪迹。 发现他们就藏在谷底的那几棵大松树底下, 而且在那个树与树之间,还有十块搭建了掩体。 不停地朝外射击,我们很难接近。 就在这种情况下,资队长想了一个办法, 就是用了两块黑色的防弹盾牌, 逐渐放防弹鱼,把它缠到一起, 把它自制了这种特殊的防弹盾牌。 十六时三十分,部队做好了突击准备。 支队长命令参谋长带领三名特战队员手持特制盾牌, 向暴肯分子展开攻击。